自驾去西藏,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建议你穿进青出呢? 那上一期开车狂浪关于线路的分享中间 劝退了很多朋友走青藏线出藏的念想 那不走青藏线,究竟走哪条线呢? 按照绝大部分人选择穿藏线进藏的这样的一个线路来看 其实出藏的线路选择非常的多 今天就来说说出藏的三条主流线路的选择吧 第一条线,穿藏北线 许多朋友走穿藏南线的时候 保卵的沿途非常非常壮丽的自然风光 那走到穿藏北线呢,你会感受到整条路呢 它充满着人文气息 寺庙非常非常的多 比较有名的有资助寺,像色大佛学院 都是非常有名值得去看的点 那沿途的风景呢,也非常的不错 也不乏一些高山崖口 比如说像雀儿山啊,矮拉山啊,这样的地方 第二条线,滇藏线 滇藏线上有著名的梅里雪山 相信在穿藏线看够了雪山的你 走到梅里十三峰跟前时 你看到一字排开的雪山 你依旧会被眼前的风景所震撼到 当然滇藏线还将云南的几个重要的旅游城市串联了起来 像香格里拉,大理,丽江 不过你直接选择滇藏线出藏呢 势必会有一千多公里的穿藏线回头路要走 那这里有两个建议 如果你的旅行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我建议你选择经纳曲走到昌都 再往南,经邦达到芒康走这条滇藏线 如果出藏返程时间比较紧 非得走一段回头路的话呢 那我建议是尽量避开你进藏时候住宿的点 比如说你进藏选择的是八速如朗 那么你出藏则可以选择波密和左宫 第三条线路,丙茶茶 许多人都知道这条线路 但真正了解这条线路 知道怎么走的人却不多 这条路是进出藏线路中间 目前来说普通人能够触及到最烂的路了 不建议轿车或者驾驶经验不足的朋友去挑战 风景较为原始 但充满了穿越的乐趣 这条线路的路口在燃雾镇 在这个三叉路口呢 朝茶域方向行进即可 由于丙茶茶沿途除了村庄 基本都是处于无信号状态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出发之前 查好线路、途径地以及加油站信息 或者带上一份自驾攻略图 那当然最好呢 能在茶域线与人结伴一同穿越 好三条主流的推荐出藏线路呢 就分享到这了 那至于还有其他的出藏线路 像新藏线 那它的海拔太高了 然后再加上时间成本比较大 所以呢一般人很难玩得到那么深入的地方 唐波古道呢 它的风景比较单一 海拔也不低 所以说也不是特别的推荐 至于克里亚古道 这条路实在是太野了 我觉得不是咱们普通人能够玩得到的地方 那么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出你的选择吧